从小身体也是身经百战 小的时候体弱 加上家宅不宁 长辈比较强势嘛 互相那种吵吵闹闹 细以为常 所以心绪上也受一定的影响 可能运输也不济 导致一直打针吃药 输业 还记得 就问过 某些一次 说 这个月我怎么没病啊 他说这种话 那个我还自己说的 深刻记得 当然也不懂啊 那就是用这种方式 给你这个免疫力啊 从小 也是没有太好的保养起来 都是用的 吸药吸衣嘛 很小的时候 打青霉素 已经不怕疼了 都说那个是最疼的 连大人 连大人 偶尔 去打的时候 就机灵一下 那裤子都掉了 他也一愣 护士也一愣 大眼瞪小眼 反正愣对愣 我们后来呢 也是 一感冒就发烧 一发烧就 点脑体 疼 也给割了 现在 好像大人也懂一点了 当初还始终认为 对你好 人体器官 任何一个部位 都是有用的 这个地方 那是 门位 他的 肿胀疼痛 是给你身体报警用的 缺了这一道防线 这是长期植物 其实 疼虽然少 但是 到后来 就 到下面疼 他能吞噬很多 东西 那就少了 然后后来 看我现在说话声音这样 也有关系 而且唱歌高音的时候 到这上不去 疼 破音 念咒的时候 到这也上不去 静的过程当中 到这要打断 所以要重新再来 这就很难通 然后 下面也割 老认为那个东西 没用 我们在这 老百姓平台 可以讲俗话 香蕉 皮 割了 然后老落在外头 那不是很消耗吗 中医讲 那个叫宗筋 宗筋 那是人体最长的筋 你知道 筋长一寸 瘦长一年 那个地方 像橡皮筋一样 可以拉得很长 所以你在想趁金八五 把这个筋骨活开 很难 还是不懂 还认为那是好 怎么还为你将来好 都是受西风影响太大 再加上早年受那些影响 包括 什么吃点 鸡蛋 两个鸡蛋 一杯牛奶就补过来了 血腰太重 而这个肋骨 也是内伤 这个气伤权可是太严重 通常要筋骨微成 这个气血微成 筋脉大乱 导致 很多很多的影响 身体没长高 也跟这个有一定关系 后年 就连续平均五六年 一天一静一死 想到身体已经差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脸的重儿已经 像六十都不为果 走路犯病的时候 已经像七八十了 当时 后来练功才慢慢跳过来 为身体之在啊 我想 我可以完全的 有